大家好,大米不要直接煮着吃了 往大米中打入四个鸡蛋,没想到这么好吃 营养又解馋,自从学会这样做,我家就不吃馒头了 三天一袋大米,天天都吃不腻 十足的懒人做法,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大碗,倒入适量的大米 大米的量根据家里的人数来决定 然后再倒入没过大米的清水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白醋 白醋不仅能软化大米,还能使大米吃起来更加的香甜 然后用手轻轻揉搓,把大米清洗干净 现在的大米都非常的干净 只是有少许的灰尘 像这样简单揉搓几下就可以了 洗净之后把桃米水倒出来 这个桃米水也不要浪费了 可以用来浇花洗脸都非常不错 然后再往大米中倒入清水 把大米放一旁,浸泡20分钟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时间到了,我们的大米就泡好了 再把泡好的大米控水捞出来 然后放入电饭锅里 再加入一小勺香油 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加入香油可以使煮出来的米饭更加的油亮滋润 吃起来会更香 再往大米中打入四个鸡蛋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每一粒大米上都裹上一层鸡蛋液 搅匀之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没过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就可以 这个比例蒸出来的米饭 不软不硬,刚刚好 然后盖上盖子 按煮饭功能 大概30分钟左右就熟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西葫芦 去掉头尾 然后从中间对半切开 再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然后切成粗条 最后切成小丁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半个去皮的胡萝卜 先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改刀切成粗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青椒 去紫后先对半切开 再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来准备两根火腿肠 先对半切开 再切成四半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把玉米粒 10克生姜切成姜片 两瓣大蒜切成蒜片 适量的洋葱 先切成洋葱丝 再改刀切成小丁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起锅热油 有条件的可以加一勺猪油 这样会更香 然后把猪油炒至融化 再加入一颗掰碎的八角 一小把花椒 转小火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 把它们控油捞出来不要 然后把葱姜蒜和洋葱丁加进来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加入一勺豆瓣酱 一勺黄豆酱 然后翻炒出酱香味 并且炒出红油 然后把胡萝卜加进来 炒出胡萝卜的香味 再把西葫芦加进来 翻炒均匀 再把玉米粒也加进来 翻炒几下 然后下入火腿肠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 把青椒丁加进来 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开始调味 加一勺蚝油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勺生抽 一小勺盐 一勺鸡精 翻炒均匀 炒至食材入味 炒匀之后加入一碗清水 继续翻炒均匀 煮两分钟左右 把所有食材都煮熟 煮至汤汁变得粘稠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 先放一旁备用 时间到了 我们的米饭已经煮好了 哇 好香啊 这样煮出来的米饭 真的是太香了 然后用铲子 把米饭搅散 这样煮出来的米饭 闻起来非常的香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然后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适量我们炒好的配菜 再把煮好的米饭也加进来 再用勺子给它压得紧实一点 上面盖一个盘子 再给它倒扣过来 然后把碗取下来 哇 真的是太漂亮了 色香味俱全 一道好看 好吃的懒人闷饭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菜饭 连挑食的孩子都抢着吃 里面有蔬菜火腿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